不过还是要回到选情来看 因为毕竟现龙界 为农民服务的目标之一 还是要改善农民生活 争取选票 因为这个所谓明星之所向 还是他真正的 作为民意代表 主要的任务跟目的 但是我看目前这场台南的选举 非常有指标性 它整个指标性 就会变成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农民要改善生活 对不对 他卖水果 卖水果是干什么呢 只是要为了生活而已 而且经济牌 所以严格讲就是一个经济牌 对抗传统的民进党的意识牌 这个意识牌跟经济牌 对抗情况之下 在第一天就已经奏效了 所以经济牌早就奏效了 这个选举他输在前面 他在开打的初期 民进党就已经输掉了 因为他为什么输掉很简单 你看蔡英文跟进了 蔡英文也在比赛卖水果 对不对 所以赖兴德也在讲他有会卖水果 但是那口号很像是韩市长的口号 对但是这个概念上就是说 选举有个概念就是议题设定能力 这个议题设定已经落到了 谢农介手上了嘛 所以大概被跟风跟进你知道吗 这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一个选举的场面 所以这个已经颓势形成大势已去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是这个有指标在哪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很糟糕一个事情 这个目前这个区是在全台湾最绿的一个区 而这个区如果输掉的话 这代表了好几个意义 一个代表的就是说民进党没有不可能输的地方 任何地区都有可能会输了 他这个指标意义跑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指标的意思是赖清德输掉了 哇这个很惨赖清德是储君 赖清德是有可能所谓的副总统的人选 有可能在3月18号他有可能就登记总统 那这场当打完之后赖清德被打挂掉了 赖清德今天已经在雨中淋雨了 当然我听说他们有一些 因为是这有一些努力有一些相当的成效等等 但这个我都不相信 因为整个来讲的话 他不是输在我刚刚讲的 他输在旗袍点 那什么叫旗袍点 那是战略的失败 他不是一个选举努力的失败你知道吗 就农民你刚刚讲很简单啊 玉平就是他改善生活嘛 是啊 他改善生活的东西 你现在还在跟我讲说我要去爱台湾 我要去拼台南 还谈那种讲台独的这个东西 所以那这个牌如果奏效 这个什么牌你知道吗 他就是陈徐的高雄的发大财的概念 然后谢荣介把它落实到楼民身上来 他是向下深化的一个动作出来 所以这个深化动作出来之后 如果台南再一次的轮移 这一席再丢掉的话 那这个深化动作的那个整个连锁反应 会整个蔓延到2020的全区的立委选举上面去 那就变成了经济牌了 那经济牌跟台独牌或跟两岸台国际牌对抗的话 民进党是陷入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窘境 而且很难能够恢复过来 对可是董事长我也很好奇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在辅选的郭国文身边的都是赖清德 对但是那个台南第二选区不是黄伟哲的地盘吗 那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在哪里呢 那他有没有在帮人民在拼经济呢 那其实这个基层的农民都很想要知道 你帮我们做了什么 可不可以帮我们赚钱呢 这个其实我讲坦白的好不好 黄伟哲其实有打电话给我 有有他还跟我讲 他备受压力 黄伟哲备受压力 谁给他压力啊 当然压力很大 他是市长啊 他现在你看他前有 他是前有谢龙怯 谢龙怯下次选完就可以跟他干市长了 就是跟他拼市长嘛 立委选完以后这次连任就会选市长嘛 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后面还有一个韩国语 就是濒临旁边有个韩国语 有个大老虎在旁边 那结果他政绩呈现不出来就完蛋了 所以黄伟哲也必须要卖水果你知道吗 是啊 黄伟哲如果不卖出水果不照顾农民的话 他这个先机即失 他会输到现在 不卖水果没有票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他怎么卖 所以他也跟我商量说 有没有可能说在民进党的立场不改变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不承认九恶共识 我们就目前维持民进党的基调 然后跟这个各方面包括中国大陆沟通 能够外销水果的可能性 那这个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存不存在 但是可能要等到韩国语回来以后 才看出来 因为大陆政策 基本上我觉得之前北京当局 对这个不承认九恶共识 又没有替代方案的民进党 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然后蔡英文在大方向上 虽然蔡英文在脸书上写了 他也是什么帮人民赚钱嘛 对不对 但他也说他也可以卖出很多水果嘛 现在全部在竞义箱卖水果 但是如何卖中国大陆去呢 如果你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紧张关系 甚至于不断的挑衅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水果怎么卖呢 不要说卖水果 其他经济改善的空间 我觉得相对都不可能改变 所以今年如果要做很大的突破 就变得可能很困难 所以因此黄伟哲就变得很大压力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 现在第一线的人是谁 是赖清德第一线 对啊 那黄伟哲凑不上去啊 那凑上去的时候 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合吗 万一有什么结果 不幸的结果发生 他不是很倒霉吗 对不对 现在有事情赖谁一个人 一个人扛比较好一点吧 对不对 黄伟哲不要去分担这个 因为有这个 可能有不幸的结果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那市长还是专心 安排了 专心照顾他的市政 可能比较理想一点 所以如果还没有看到 黄伟哲市长出现的话 表示这个选行还是紧张 对但我们看到 其实韩市长现在非常的努力 他在前面打头证做示范 我们看到他之前出访 也从新马拿到了订单 打开了通路 但是接下来在三月底的时候 还要去港澳 深圳 厦门 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开拓出 更多的订单 好帮人民老百姓来赚钱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通路打开了 董事长接下来韩市长 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能够帮农民 是不是真的赚大钱 拿到很多的支持 韩市长我很遗憾的 就是高雄市的两岸小组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要去卖水果 可是他有去两个城市 一个是厦门 一个深圳 但他可能不了解 因为厦门有中国政府的补贴 采购台湾的农鱼产品 所以他有一个奖励措施在里面 福建省政府 对台湾的水果 农鱼产品的采购 他是采取一个 有一些奖励措施的 可是深圳没有这个奖励措施 所以因此 在从厦门进去的话 他成本会比较低 所以深圳这边可能效果 我认为不会很好 比较好的应该会在厦门开始 但有个更重要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他的这个检疫检验 这个绿色通关 如果韩市长能够帮农民争取到绿色通关的话 那不得了的大成就啊 因为我们水果最怕什么东西 这保鲜嘛 因为目前大陆冷链技术还相当落后 所以那个争取那个通关的几天时间啊 绿色通关的典型是免验 获归一到立刻就通关 那这个检疫检验这个规定呢 在厦门他有一个叫做厦门的检疫检验局 这个局直接归北京的检疫检疫总署管 他不归厦门的市政府管的 所以这一所以不管怎么讲 韩市长虽然不去北京 但是我觉得他必须要请北京的政府 因为他跟北京政府打交道 这个是个派出单位 这个派出单位要获得北京中央的授权 让台湾的农鱼产品 从韩市长手上经过的 要绿色通关免验 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的竞争力会突然间暴增了百倍 因为其他国家要检验 那台湾的不要检验 哇那这个竞争力保鲜度就提高了非常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建议我们现在也有在座的高雄议员 民意代表跟韩市长 在两岸谈判上要努力争取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说通路很重要 但是通关 通路跟通关两个同样重要 通关比通路更重要 好 玉轩 你有去开那两岸小组会议 那天不是有去第一次工作学会议 你就在现场吗 这个要好好的来跟这个市政府提出建言 其实那一天因为我们现场 我刚才在调那个名单 我们有深圳 广州 厦门 上海的 台商协会的会长 所以其实刚才吴董是长提的 那个关于绿色通关这个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提到 像吴董是长那么的仔细 所以未来如果说像过去市政府 我也会把这个讯息带过去 但是我们的确有提到 检验的那个地方 是因为有一个上海的 台商协会会长他就说 他吃的四木鱼 跟在台湾吃的永远都不一样 他跑了很多间 就他去发现说 原来就是检验的问题 所以会影响那个先度 所以其实已经有人丢出这个议题 只是我们那天两岸小组 其实因为是第一次开会 然后我们所有的议员都是顾问 所以有的时候毕竟 大家会一起去讨论更多的议题 而且我特别要提的是 其实那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好 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台商协会 甚至台北淡江那些东亚所的教授 都到现场了 可是当天我们第一个民进党议员 一直在提醒我们陆委会 给我们的警呼走 所以其实韩市长 他只要就一直要回复说放心 我们会遵照陆委会的那个要求 我们不会签订任何的协议 就民进党议员就一直举手在讲这一点 所以我就看到说 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去讨论 但是民进党议员就一直举手 那甚至还有议员要求直播 那直播的时候 其实当场就有一个台商协会会长就讲 直播你要 如果你要直播没有关系 那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官话 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 他说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交流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们实际上在内地遇到哪些问题 甚至说我们南向政策有哪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两岸小组就是我们来开会嘛 但是你要直播 我只能跟你讲官话 所以其实我们当天算是第一次开会 所以我认为说未来像董事长讲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农民很多时候就卡关嘛 像我手上最近在处理就是 也是一批鲁鱼 他要去澳洲 当然不是在内地 他也是卡在那边 也是因为检疫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的绿色通关的渠道 我们把它做成的话 到时候水到渠成 东西就卖出去 那高雄真的发大财 对 通路很重要 通关也很重要 也谢谢董事长